街头看板高挂 友善连线为人民拼好日子 县长张立善是第一个挂器与侯友宜看板的 蓝营地方首长 只是照片不是两人同框 而是以上一下 我想我要坚定表达 我们国民党已经提名侯友宜 尤其是在左水西以南 我们更要团结大家的力量 挂起令内联合看板 挺侯友宜张立善不遗余力 只是以时间点来看更像是先消毒 因为张立善的哥哥张荣卫 前一天晚上才出席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的主流名义大联盟 兄妹各自压保 张荣卫从一入场两人守旧签紧紧 签两五次以上还不够 吃饭喂子张荣卫也要卡C位 就连台上致辞 张荣卫也大方向郭董高调示爱 听到底还要帮连署张荣卫化身国粉大队长 不忘力推在野大联盟 但郭台铭一定不会是副手 要希望郭台铭跟郭文哲这边合作 对对对对 那如果说郭侯呢 郭侯合作 郭侯合作也可以 过去侯友宜两度南下云林张荣卫都凑巧去外地 无法合体 但郭台铭的餐会张荣卫不仅来了 还呆问全程 就不知在云林寒水会冻结的张荣卫 这回力挺郭台铭能不能帮助郭董换得选总统门票 靖新闻综合报道